刀狼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但他留下了很多经典歌曲 相信很多人都能唱出那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但大家都不太了解刀狼和前妻杨娜过去的经历 甚至不知道他有两个女儿 为什么当年刀狼的前妻要抛弃他和刚出生的孩子呢 他离开之后刀狼和女儿又是如何挺过来的 这里是咸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刀狼和他的女儿 1971年刀狼出生在四川省内江 他的本名叫罗琳 刀狼小时候性格内向 而且他的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 所以他从小就热爱音乐 17岁那年刀狼给父母留下了一句话 我热爱音乐我要出去闯荡一番 你们不要找我 就这样离开了家门 可在外漂泊的日子哪有那么好过 刀狼从家出来的时候只不过是凭借一腔热血 等他离家之后才发现温饱成了最大的问题 刀狼为了能够生活 他去酒吧做助唱 在乐队当鼓手 虽然挣的钱不多 但是能一直做音乐 他心里也是开心的 几年的大拼 刀狼和一群热爱音乐的朋友 组建了属于自己的乐队 但乐队由于缺乏妥善的管理 一帮年轻人还没做出成绩 乐队就解散了 正逢低谷期 刀狼遇到了他人生第一段爱情 他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遇到了刚刚离婚不久的杨娜 虽然他比刀狼年长几岁 但他的美貌和气质迷住了刀狼 刀狼在朋友的起哄下拿起话筒唱了起来 仅仅几首歌之后 杨娜就被刀狼的歌声所吸引了 那时的杨娜刚刚经历了失败的感情 而刀狼的出现 让他昏暗的生活照进了一缕阳光 刀狼为了讨得杨娜的芳心 写了很多情歌唱给杨娜听 在刀狼糖衣炮弹的攻击下 杨娜答应了刀狼的追求 恋爱之后没多久 刀狼就向杨娜求婚了 但他的父母并不同意这么婚事 因为杨娜毕竟有过一段婚姻 那和杨娜已经有了刀狼的孩子 所以他的父母也就只能妥协了 结婚之后 刀狼依旧在为了音乐梦想而奔波 人们本以为杨娜会做刀狼背后的女人 但她的做法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 杨娜因为怀着孩子 所以就放下了工作 每天都待在家里 俩人的生活也只能靠刀狼 做歌手的微薄收入支撑着 慢慢的 杨娜就不满足当时的生活了 她想要过上更舒服的日子 而不是一直过艰苦拮据的日子 她甚至几次想让刀狼放弃音乐梦想 因此虽然两人还生活在一起 但是杨娜的心早已经不属于刀狼了 1991年刀狼的女儿罗天出生 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 刀狼也不意外 女儿的出生让刀狼感觉生活更加有了笨头 有一天刀狼忙完工作之后回到家 本来她买了一些好吃的想和杨娜一起吃 可她推开门看到的一切犹如晴天拼雳一般 床上只有还在熟睡的女儿 旁边放着一张字条 现在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 照顾好女儿 我走了 这是杨娜临走前留给刀狼的字条 她抛弃了刚出生的女儿和刀狼 独自离开了 杨娜的离开给刀狼的内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看着仅仅出生40天的女儿 她的泪水忍不住落了下来 后来刀狼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独自拉扯女儿长大 幸运的是 刀狼在1994年遇见了朱梅 她将成为陪伴刀狼一生的人 1995年 刀狼跟随朱梅回到了新疆 大漠昆阔的天地 成为了刀狼全新的舞台 她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并且成为了新疆一家音像公司的音乐总监 制作了《心欲情歌》《大漠情歌》等优秀唱片 1997年 朱梅嫁给了心中的潜力骨刀狼 婚后她为刀狼生下了女儿 罗浩月 对待家中的两个女儿 朱梅从来没有偏心过 甚至还更心疼刀狼的大女儿 这样的辛苦付出 让刀狼铭记在心 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努力写歌 唱歌 让轻女过上好日子 俗话说得好 好人有好报 2004年 刀狼因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在全国爆红 从那之后 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大商业广告 演出都邀请她 刀狼彻底走上了人生巅峰 直到2012年 刀狼才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 人们偶尔还能听见她沙哑的嗓音 或许是岁月磨平了她的棱角 她不再像当年的心育王子一样 在舞台上风光 她开始回归家庭和幕后 很多人说 刀狼的歌之所以受人喜欢 就是因为她唱得真实 歌曲的感情足够吸引人 要知道 刀狼歌曲真实感情的背后 正是她所经历的一切 大红之后的刀狼选择急流勇退 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很多年 直到前段时间有人曝光了一组近照 照片中的刀狼发福了不少 差点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她 刀狼才华横溢 发不发胖好像也不重要 在最红的时候 她也不是靠脸吃饭的 别看刀狼颜值不高 她的两个女儿却很漂亮 早前媒体曾经曝光过刀狼大女儿罗天的照片 清秀的模样完全是个美人披子 她应该是长得比较像妈妈杨娜 但眉宇之间颇有父亲的味道 小女儿罗浩月 是刀狼与现任妻子朱美所生 罗浩月曾经在2011年与刀狼同台表演 看来她是继承了父亲的音乐细胞 这点和刀狼本身很像 她在音乐上的成功也和童年的经历密不可分 刀狼的母亲在文工团跳舞 父亲是管灯光的 表哥是作曲的 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 如今两个女儿都亭亭玉立 刀狼似乎也对名利没有太多追求 在最红的时候没有选择乘胜追击 尽管这让公众很不理解 但也许对她来说 幸福平淡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回看刀狼曾经得过的荣誉 我们也许就能理解公众的困惑了 刀狼当年红到什么地步 2004年前后 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她沧桑的歌声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情人冲动的惩罚 时时轰炸着人们的耳朵 有文章称 刀狼是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走红的 李宗盛曾赞赏她 你就是你 你就是刀狼 2012年6月22日 刀狼首次回到家乡四川成都开演唱会 小沈阳也到场助阵 那天是刀狼生日 她唱了很多首歌 媒体称 恨不能将自己的全部作品都送给大家 不仅有经典曲目 也翻唱许多老歌 她还和小沈阳合唱披着羊皮的狼 气氛热烈 媒体形容 现场变成万人大歌坊 刀狼歌红 粉丝暴涨 小女儿也是刀狼的粉丝 她非常崇拜爸爸 不过大女儿恰好相反 她更喜欢周杰伦和SHE的歌 刀狼透露 以前大女儿在学校的时候 不好意思跟同学说爸爸是刀狼 她觉得很土 首次回到家乡开唱 如同荣归故里 不少人以为刀狼会重新出发 然而慢慢的 刀狼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次数越来越少 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 刀狼也曾讲过自己隐退的原因 对于较少露面形成的神秘感 她说 并不是刻意的 一是我的性格原因 我本身就不是很喜欢高调形式 二是觉得当时的媒体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家人 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困扰 简而言之 她性格上不喜欢高调 而走红影响了家人的生活 刀狼把家人看得十分重要 当时回成都开首个演唱会 刀狼把父母也接到现场 说起父母 她热了眼眶 更在舞台上当场行跪械礼 持续足足30秒之久 回看粉丝拍的视频 刀狼跪械后 母亲当场落泪 因走红影响家人 矛盾而残酷 刀狼不忍为之 后来她对媒体说 我把家庭看得很重 不愿意别人打扰我和我家人的生活 刀狼坦承自己对成名准备不足 一直以来 刀狼只是单纯的爱音乐 做音乐 对于商业至上的音乐圈和娱乐圈 她从没想过把自己定位成 置身其中的艺人 对于当初走红 刀狼称是音乐带给她的副作用 而娱乐化则更令刀狼头大 一次在深圳演出 刀狼感觉演出效果挺好 大家也双眼的好 但第二天在机场打开报纸 整篇都在说刀狼演唱会缩水 牵涉到了道德上面的问题 刀狼选择逃避 最后想一想 我也斗不过他们就算了 有演出我就尽量推 刀狼曾淡初四年后复出 又神隐至今 各种缘由 恐怕能从刀狼的这一番自我po白中 找到一些答案 虽然刀狼不在现身 她的歌曲仍然被大批粉丝喜爱传唱 刀狼曾说过 我觉得现在能够来听我音乐的都是真正喜欢我的歌曲的人 而不是之前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来关注我的人 喧哗过后可能是灯与月聚集 也可能是心与心重逢 如果之后刀狼重启演唱会 你会去吗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看